一花一世界 一念一菩提 欢迎来到静雅佛音 正文开始之前 麻烦大家点点订阅和小铃铛 点赞是对我们最好的支持 谢谢大家 在佛的眼中 人生的轮回本身就是苦的 这种苦涵盖了我们通常意义上的苦 烦恼忧愁罪恶都是苦 那么如果已经累积了很多的业障 想改变这样的现状 会得到佛法的指引吗 今天和您分享 太乔丹增刊部的开示 烦恼业障深重的人可以皈依佛门吗 有不少人虽然对佛法感兴趣 但因为担心自己的烦恼重 业障深而不敢亲近佛法 皈依三宝 事实上 任何人都可以皈依和学习佛法 因为皈依的开始 就是消除业障的开始 也是净化心灵的开始 一方面我们可以认为 现在的自己不清净 业障很重 充满烦恼 但另一方面 我们也应该知道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自心本来是光明的 业障是可以净除的 无论业障多么重 无论造了多么严重的恶业 无论心灵有多少烦恼 只要有虔诚心 有信心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是完全有可能的 所以 谁都可以成为佛弟子 谁都可以皈依佛门 我们可能会想 自己的内心 有很多的烦恼和染污 业障那么重 怎么学佛啊 可正因如此 我们才更需要学习佛法 更需要皈依 这就好比一个人 越是病得重 就越需要看医生一样 那 怎样才能让我们身心的 这些染污和烦恼 都清静呢 皈依之后 首先 要做一个好人 在这个前提下 再有系统地 学习佛法 有次第地 进行修行 以此 来逐渐 净化身心 只要你对上师 和佛 法 僧 三宝有信心 就一定有办法 清净所有的染污和烦恼 要知道 造成我们染污和烦恼的原因 与我们的日常生活 是分不开的 没有学佛之前 我们可能是一个无神论者 想吃什么 就吃什么 听说 有些人 带翅膀的 除了飞机以外 四条腿的 除了板凳以外 什么东西都吃 这样 势必就会造成 很多的恶业 严重污染 我们的心灵 这样的后果 是很可怕的 我们应该知道 哪些东西 吃了会伤害生命 哪些东西吃了 不会伤害生命 哪些东西吃了之后 会造恶业 这些在佛法里 都讲得很清楚 我们皈依之后 不可以伤害任何生命 因为伤害数量众多的生命 造作的罪业会更加严重 所以江河湖海里的生命 不能吃 另外 鲜活的生命不能吃 尤其是不能点杀 点杀的意思是指 为了食用动物的肉 而要求饭店 或市场的服务人员等 为自己杀害动物 如果我们点杀 吃大量江河湖海里的生命 我们的心就会越来越不安 容易浮躁 心中会莫名其妙地 产生很多恐惧感 还可能会莫名其妙地 遇到很多障碍 也会接二连三地出现违缘 这些都是杀生造成的 生命吃得越多 我们的债主就越多 伤害的生命越多 我们的命运就会越糟糕 我们不要以为 杀害使用了这些生命 是没有后果的 以为这是一顿免费的午餐 如果你随便去外面 找一个陌生人的宠物 打他一巴掌 你看宠物的主人 会怎么对付你 我们吃掉和杀害的那些生命 虽然他们现在 没有反抗的能力 也不会表达他们的痛苦和愤怒 而且似乎也没有谁能保护他们 但是因果 绝不会欺骗和撒谎 早晚有一天 要偿还的 由于因果 是世上最公正的法律 所以在因果面前 一切生命都是平等的 在因果规律之下 任何恶人 任何罪人都无法逃脱 这就是所谓的恶有恶报的道理 有人觉得 自己杀害吃掉了一个生命 过了好几年 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 甚至还觉得 自己比以前更加顺利了 身体变得更强壮了 面相也更红润好看了 但这并不能说明 它没有恶报 因为不是不报 而是食积未到 佛法中说三世因果 我们所造的善业和恶业 有些果报 是在这一世成熟 有些是在下一世成熟 有些是在未来 多生多世以后才成熟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 另外 归依上师三宝成为佛弟子后 虽然照样要工作赚钱 养家糊口 安居立业 但这些都必须遵照 正确的规则来做 佛教不允许佛弟子 采用非正当的手段赚钱 不允许靠非正当的行为 来养家糊口 如今有很多特别有钱的富人 他们的财富多数都是靠 造恶业积累下来的 比如大量破坏环境 伤害动物 制造假药等 所以一点都不值得 我们羡慕 虽然他们眼下过着富裕的生活 未来却要遭受痛苦的果报 作为一名真正的佛弟子 我们不能为了富裕 而从事不正当的行业 更不能为了富裕 而杀害生命 我们绝不能把自己的幸福 建立在其他生命的痛苦之上 我们要有正确的生活方式 学佛修行 关键要从对得起自己的良性做起 做事脚踏实地 做人问心无愧 这就是成为一名佛弟子的基本条件 收到复裂的血流 走到复裂的位置 recorded键要从中心无疮